大好的折磨 为什么要跑到这种地方来啊 我也不想来 我最怕昆虫动物了 走开 终于找到类似圆满世界的地方了 但是我们的花草 比这里也好看多了 圆满世界 对 我们圆满世界是崇尚编程的高科技世界 更是一个环保绿能的世界 用大自然来制造能源 如风力 水力和树木花草 都能产生洁净的能源 肯定没有我们荒岛好玩 可爱的花精灵 树精灵 还有可爱的圆满精灵 都能制造出圆满新能源 圆满新能源 会飞吗 有没有闪闪亮晶晶的光芒啊 圆满精灵 那也能当飞修燃料吗 当然可以 大自然四处是能源 是吗 那大自然可以修飞船吗 我怎么感觉它在吹牛呢 孩子们 想我了吗 毛 毛老祖 你怎么这个时候出现呢 我是来提醒你做功课的 只顾着玩的话 可是不能毕业的哦 这 连怎么回去我都不知道 地球一定有新能源的解决办法 圆满世界也是大自然进化而来的 毛老祖说的没错 科技与智能都是考数学 好像回到智能编程的实际实在啊 虽然没错 地球还是会有圆满精灵的 啊 在哪里啊 别偷懒啊 编程猫 你要用心去找 哇 毛老祖总是这样 哇 这花好漂亮啊 啊 这是 圆满精灵 一定是圆满精灵 说不定它可以带我回家 哎 哎 哎 等等我 变成猫 你要去哪里啊 圆满精灵 圆满精灵 你在哪里啊 找到圆满精灵 就有希望回圆满世界 加油 地球的森林真是太危险了 圆满精灵 隆满精灵 周医摔掉了 好甜呐 我什么都没干呐 幸好我 谁踢我 虽然你很可爱 但是踢猫是不对的 你也很可爱 变成猫 你在哪 找得到找不到找得到找不到 我们干脆在这等变成猫回来吧 反正森林里没有危险 可怕的声音又回来了 对了 变成猫是去找那个声音的 所以我们只要找到发声的地方就好了 可我们怎么找 周围都是树 这就要看UBIQ的了 根据UBIQ不同时期测量的声波数据 怪声在我们的右边往左边移动 只要我们提前赶到左边 就能找到 那要多少时间呢 这时候就要考数学了 我们在A点 怪叫声波正从B点往C点前进 移动速度是每分钟五十米 B C点的距离是三百米 根据 距离除以速度等于时间 三百除以五十等于六分钟 而A点距离C点六百米 而且必须要在六分钟之内赶到C点 距离除以时间等于速度 六百除以六等于一百 所以我们每分钟至少要跑一百米才行 那我们快出发吧 可是 好累啊 很好 我们的速度肯定来得及 身为公主 必须是我最先找到圆满精灵 等一会儿 我们到了 太好了 冰成猫在哪呢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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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 擅自行动 偷连我们 还说我们是猪 我是说野猪来了 大家不要慌 野猪势力不好 就知道乱撞 而且野猪的技商不高哦 为什么会有蜜蜂啊 别叮我 别叮我 看我的 对不起 对不起 猪大哥 猪大哥 我爸爸是国王 你放过我吧 你觉得这里好可怕呀 不要过来哦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能不能用卡布做点什么呢 罗克加油 我们 我们 被包围了 怎么办 走 快让卡布们出来 卡布 卡布 变成猫 启动愿望之魔 让卡布变成工具吧 他不分 他不愿 还有卡布追 卡布跟卡布飞 还有卡布帆 一充二 一个办 玩能的工具 一辆妙 卡普站上去 卡普蹦 卡普蹦 还有卡普追 数学棒 卡普蹦蹦 卡普蹦 卡普蹦 太好了 卡普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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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棒 变成鸟 卡普喵喵喵 嗨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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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承闹 别这样 我再也不敢设置行动了 金娃 金娃 还以为找到圆马精灵了呢 米欧卡 你在干什么 响应绿能 跑步健身还能发电 跑步能发多少电 别笑话了 博士有电吗 米欧卡快快快 放上 呼噜 小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猫老祖 我刚才是用精灵语 与森林精灵沟通 每一种沟通 都有它的独特语言 由于计算机 是由二进制 零和一组成的机器码 所以 人类需要借助程序设计语言 和计算机 对话交流 程序设计语言 多种多样 其中 其中常有的有 C C++ Python PHP Java JavaScript 等 所以 我们和计算机交流 并且向他们 发出相关的控制指令 就必须使用编程语言 怎么都没人啊 依依 小乔 花花 我们来了 是不是没找我们 自己出去玩了 变成猫呢 又比亚Q 怎么回事 又比亚Q 发生什么事了 为什么都藏在这里啊 小点声 城堡出现可怕的大怪物了 又有怪物 疼疼疼 有怪物 没怪物 不会又是老鹰吧 不不不不 它有房子那么大 我亲眼看见的 卡布 你们当时 是在捉迷藏吗 是的 我和卡布追 当时想躲在 旋转木马那里 卡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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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大的体型 可怕的吼声 还有吗 还有 卡布球 今天早上 我在外面发现 巨大的脚印 这好像是 哦 对了 爸爸 快出来 不 我绝对不会出去的 可是 只有你看到怪物的样子了 他有十米高 他要吃掉我 就长成这样 这不是恐龙吗 恐龙 没错 有必要Q 恐龙 恐龙是出现在终生代时期的爬行动物 庞大的身躯和长长的尾巴是大多数恐龙的写照 恐龙种类很多 有温顺的草食者和凶暴的肉食者 这真的有肉食恐龙在附近 不可能 恐龙在六千五百万年前的白恶纪时期就灭绝了 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一定还有没灭绝的肉食恐龙 我看是有人在恶作剧 我亲眼看到的 绝对没错 支持我的站过来 没有恐龙 有恐龙 第一届到底有没有恐龙辩论大赛 现在开始 左边是坚持有恐龙的 我们要逃跑队 右边是 世界上没有恐龙根本不用逃跑 我们一定能找到事情的真相 对 谢谢 谢谢 恐龙已经灭绝了 科学家推测出 不对 所以说 我反对 恐龙 闭嘴 下去吧 能不能不要打断我的话 数学荒岛的辩论赛就是这样的 辩论的话没人能赢我 爸爸加油 够了 都听我说 好精彩的辩论 辩什么论 明明就是吵架 让你们瞧瞧我的厉害 那就来吧 你怎么也有 等等 你们要干什么 水跳大战 太好玩了 真好玩 真好玩 咪咪咪 东竹手 我就是不相信有恐龙 除非有人抓住给我看看 抓 抓恐龙 嗯 抓得到吗 有人敢去抓吗 我去 这么艰巨的任务 只有我能办到 爸爸好勇敢哦 那当然 我一定要亲手抓到恐龙 到底怎么抓恐龙呢 不必担心 我有一个天衣无缝的计划 当恐龙出现时 简号发出信号 看到信号后 由我来发出命令 一一锤气球 引起多力的叫声 小强听到叫声 放出滑板 悄无声息的 把恐龙一枪大树 最后 利用笼子成功抓住恐龙 啊 计划真是天衣无缝啊 遥控器 警报 恐龙听到警报不会跑吗 不不不不 根本没恐龙 然后是气球 汪汪叫 滑板 大树 笼子 哦 笼子 好了 大家按计划进行吧 就是这里了 大英雄编成帽 要打败大恐龙 编成帽别那么认真 根本就没有什么恐龙 真出现了 十七号 恐龙真的出现了 快点 我们需要笼子 恐龙大约有十米长 需要计算一下要用多少栏杆才行 假计划恐龙 假计划恐龙体长十米 现在要做四边各长十米长的正方形笼子 每隔两米有一根栏杆 需要多少根栏杆 一只四边形隔两米就要有一个栏杆 每边十米有五个空格 需要六根栏杆 但两头两根是公用的 只能算一根 所以四边总共需要 五乘以四等于二十根栏杆 让卡布变成工具吧 卡布变成妙数学棒 万能的工具 变成妙数学棒 卡布站上机 卡布变成妙数学棒 卡布喵喵喵 卡布变成妙数学棒 还有卡布追 卡布变 卡布变 还有卡布变 啊 啊 数学棒变成妙万能的工具 数学棒变成妙 卡布变 啊 啊 哦 啊 好可怕啊 这是危险的 肉食恐龙欸 哦 还蛮可爱的 大家放心吧 我们已经抓到它了 放开我 这是拍电影用的道具 是机器恐龙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电影道具 怎么会在游乐场呢 我本来是要送去片场的 结果地址错误来到了这里 昨晚车子坏了 恐龙电子按钮 不知道怎么被启动了 机器恐龙跑掉了 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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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不容易把恐龙找回来 然后去找工具修车 今天刚修好车就遇到了你们 我就说没有恐龙嘛 刀具恐龙也挺好玩的 啊 原来是刀具恐龙 虚惊一场 下次别再送锁地址了 哎呀 我怎么这么倒霉呀 迷路了 车坏了 恐龙丢了 又被打劫 恐龙来了 小朋友们不要怕 现在已经没有恐龙了 恐龙是出现在中生代时期的一类爬行动物的统层 矫健的四肢 长长的尾巴 和庞大的身躯 是大多数恐龙的写照 它们主要栖息于平原上的森林地 或开阔地带 恐龙在六千五百万年前 白厄纪结束的时候 突然全部消失 成为地球生物进化史上的一个谜 经过科学家的研究 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 那就是恐龙无法适应所发生的事件 所造成的影响或改变 大自然真是神奇呀